欢迎回到陈光第一线 不少的大男生喜欢收集造型小小的汽车模型 也有人把老爷车当作古董来收藏 那么今天的玩物壮志呢 我们就来谈一谈古董车 一辆改变世界的汽车福特T型车 迈入了百年历史 那么在90年代初期 这款车呢就让汽车脱下了高贵的外衣 以涟漪的价格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同时也让全世界的汽车制造 开始以流水线的方式生产 意义非凡 那么在过去十年来 收藏福特T型车的密歇根博物馆 每年的举办驾驶T型车的活动 让古董车爱好者一员驾驶的梦想 从汽车后方启动引擎 拥有百年历史的福特T型车 以时速40公里的速度前进 这个在汽车博物馆外举行的 驾驶古董车活动 吸引了大批访客参与 在指导员的陪同下 坐上古董车的学员难掩兴奋 福特公司早在1908年生产福特T型车 它最大的意义在于实现汽车普及化 当时一台汽车要价5000美元 但福特公司却将价格下降至最低260美元 让更多家庭能负担得起 更让美国有着车轮上的国度的称号 对古董车的爱好没有年龄之分 这名12岁的男生就慕名而来 年轻时就开福特T型车的 92岁指导员布兰德 更是乐于分享驾驶古董车的 技术和乐趣 这项活动收费140新元 包括6次的驾驶和观摩课程 去年吸引了500人参与 有趣的是 不少人会抢先报名课程 并将它当成礼物 送给爱好古董车的朋友和小孩